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睡觉的时候 夏小兰也就正式和余奶奶谈了她的打算 反正说把您当亲奶奶吧 你也知道我亲奶奶是啥样 听着就像骂人一样 当我和我妈到省城 能租到您的房子 是我们的运气 也是大家的缘分 最多过年后 我会让我妈来京城 您要是愿意呢 也跟着来 余奶奶没说话 刘芬也屏住了呼吸 刘芬也不想和老太太分开 余奶奶嘴硬心软 这一年教了刘芬很多道理 刘芬本来就是别人对她三分好 她恨不得还十分的 从前遭受的恶意太多 扎然有家人之外对她报以善意的 刘芬特别感激 夏小兰这边事业要发展 刘芬不可能一直待在商都 但 叫刘芬一个人来京城 她既舍不得余奶奶 也不放心余奶奶 就说上次余奶奶在家昏迷了 要是没人及时发现送医院 后果得多严重啊 让李凤梅搬去和余奶奶住 两人的性格不一定合得来 李凤梅本身就要照顾个孩子 最好的当然是余奶奶跟着来京城 老太太脾气倔 那就象征性给点房租不就好了 夏小兰说的两个建议都不像临时想的 显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余奶奶本来张口就要拒绝 她都守着余家的房子这么多年 一个孤老婆子就是靠着那股念想才撑着 别说离开商都 就是离开她那房子都不可能 余奶奶一时沉默 是没想到夏小兰和刘芬会让她搬来京城 房客和房东的关系 啥时候变得不一样 余奶奶也搞不懂 反正刘芬傻乎乎的 余奶奶也怕她吃亏 池塘深了就能藏王吧 像季亚那样的混账王八蛋 京城肯定不止一个 就刘芬这么个祸 放到京城来折腾 还不给人欺负死 夏小兰皮后心黑 年轻人有自己的事要忙 也没空天天盯着呀 盯着也没用 夏小兰要在京城站稳脚跟 都还需要奋斗呢 余奶奶自认还有点颜面 余家是衰败了 可那些被她救济过的人 总不至于都死绝了吧 有一两个祭恩的 关键时候也有点用处 余奶奶迟疑着 你意思以后我当房客 你当房东 换你欺负我啊 夏小兰翻个白眼 感情老太太明白着呢 知道自己从前有多惹人厌 不欺负您 谁敢欺负您呀 请您来当祖奶奶供着 余奶奶抓起枕头扔过去 会不会说话 死人才是被人供着的 大活人要接地气 她又不是真的是夏小兰亲奶奶 凭啥能当老祖宗 除非她能帮上啥忙 才能心安理得住在夏小兰的房子里 那时候 就是夏小兰应该孝敬她老人家的 你们让我考虑一下 考虑就行 没一口拒绝 说明于奶奶还是心动的 煤炭烧了一夜 屋子里是真暖和 第二天 夏小兰都不想起床 被余奶奶拖出被窝 起来 去买菜 今天不是要招待汤市长在家吃饭吗 夏小兰又不会做饭 余奶奶也不愿意做饭 能做饭的只有刘芬 买买菜余奶奶还是行的 邻居发现空着的院子有人住了 探头探脑的 夏小兰呢 反正大爷大妈瞎招呼 有几个人她过来时经常遇到 本来也认识 你们家这是搬过来了 赵大爷您早 不算搬过来 就是临时住两天 年后才会搬家 赵大爷提个鸟笼子 偷偷瞄鱼奶奶 这老姐姐有气势 她就说夏小兰不是普通人家 能一下子掏出好几万买院子 买下来却不住人 那是不缺钱 也不缺房子的 外地人到京城安家呀 一下子买这么大的院子 说没来历 也没人信呢 女奶奶带着夏小兰买菜 邻居都以为他们是祖孙俩 这边是其乐融融 另一边的季家 可就不那么舒坦了 季家人昨晚直接被晾在了 住经办 唐红恩送夏小兰三人回家 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 季家人也不可能 厚着脸皮在住经办等 唐红恩生气 季家同样不高兴 因为与唐红恩和解的目的 没达成 季亚发疯 季林其实也有同样的疑惑 唐红恩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为了夏小兰母女 拼命采季家 季家把唐红恩得罪得再死 季江源总是亲儿子吧 季林也没想过 让季亚和唐红恩复婚 这点清高 季林还是有的 但唐红恩要瞧上 那么个农村女人 外人固然会笑话唐红恩 掉转头 也会把季家一起笑了 老季亚 你看那丫头 说得算数吗 唐红恩说了 季江源选择留在国内 念完本科 季家要是同意呢 他就和季家和解一半 除了限制季亚出国 他暂时不为难季家 季林妻子担心的是 周家那边 没和唐红恩谈拢 让唐红恩帮忙 也不可能啊 两件事 其实晚上能一次性解决的 可季亚就是死倦 季林妻子真想拿大耳瓜子抽人 要是他亲妹妹 他肯定就抽了 可惜是小姑子 季林勉强笑笑 这边倒是不用担心 年轻人都是受不了击的 他肯定会拦着周家 夏小兰想要自己和季家叫板 那可有的等了 季林这样一想 好像又没白来一趟 困扰季家的两个大麻烦 解决了 只剩下季江源要在国内读本科 季亚暂时不能出国的小麻烦 和之前的情况比起来 好太多了 那个 于阿姨的事 张口把季老爷的名字甩出来 骂得季林都不敢还口 季林妻子也是被惊着了 老太太是什么人物呀 听起来季家还欠他大人情 大冷天的 季林额头上有汗珠子 具体的事我知道的也不多 这事还得和宁叔商量下 宁彦凡说的没错 汤洪恩也没真的想把季家如何 要的还是季家的一个态度 晚上的事虽然不尽如人意 季江源选择留在国内读书 大大缓和了季家和唐洪恩 剑拔弩张的气氛 于奶奶那边怎么处理 季林仍然想听听宁彦凡的意见 季林老老实实把晚上的事讲了 当然描述的方式 绝对是站在对季家有利的立场 电话那边 宁彦凡微不可查地叹息 这点事都办不好 季家以后可怎么办 宁彦凡的确对季家有大恩 你的态度慎重一点也没错 林彦凡这话说得干巴巴的 有大恩又怎么样 季怀新活着的时候没能报答 还指望季怀新死了之后 让季家人报 不过世界的确小 原来姓夏的小姑娘 还认识那俱老太太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直都舍不得离开商都 却为了夏小兰母女